在武侠片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 流传着无数江湖传说 而比这些江湖传说更神奇的 是武侠片中的神操作 武侠片的神操作之雷人穿帮 沐晶云曾经万千少女的梦 她的泡面头曾一度引领影视圈的时尚潮流 而她的剑法那更是气势逼人 这就是传说中的剑奏偏锋吧 武侠片的神操作之坠崖定律 坠崖万能的剧情推动机 男女主误会重重 合不好又分不了 你有没有爱过我 东方姑娘永远在我心里 没关系 跳个牙吧 然后他们就可以了 甚至 你怎么回来救我呢 嗯 那我嗑 我就一心想着过来救你 快点吧 我都能坏东西了 我们先上去 完全无事万有引力啊 不合情利 这是 此外 坠崖还能坠出不同风格 有飘逸唯美风 你这是什么眼神啊 你是在妒忌我的美貌吗 还有邪魅卷狂风 轻轻的 他走了 他挥一挥大手 仿佛在说 接下来 就是见证的 而他邪背一笑 又仿佛在说 我一的孙回来的 武侠片的神操作之 奇葩神功 一 瞪眼神功 此招 乃是武林高手之间 对决的终极模式 表面上他们只是在 比谁眼睛更大 而实际上 较量早已在彼此的意念中展开 瞪眼神功 讨的就是演技 二 斗转星移 你什么身份啊 要和我师父谈文论武 修得无礼 此招无论对手试出何种招数 都能以炫酷的手法收于掌中 然后更炫酷的 来一段机械舞 就在大人沉迷于你的舞蹈无法自拔之时 他只是无辜的回观群众